同学们,大家好 俗话说,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那微量物证想在案件中发挥作用 首先应该努力的是在现场中进行微量物证的寻找和发现 这次课我们就带大家来学习微量物证发现的重点部位 以及微量物证如何提取和包装 那上次课我们说过 任何犯罪现场都不可避免的发生物质的相互转移 这是微量物证产生的基础 微量物证的发现应遵循能够发生接触的部位 比方说被害人与现场,嫌疑人与现场,嫌疑人与作案工具之间等等 那我们先从现场的分析来看 那现场上要想找到微量物证 其重点部位就是出入口 破坏严重的部位 作案的目的物及周围 犯罪分子隐藏或者藏身处 以及现场上物品变动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地方 我们要从被害人处寻找微量物证 在被害人通常呢 重点找寻受伤的地方 被害人的手、口、镜等部位 以及被害人的衣物等等 那么我们以这几张图来看一下 受伤的地方 手勒过的地方 那是不是有绳索的痕迹 有没有少量的纤维物证 那么还有交通事故当中 被害人被车撞了 衣服上有没有油漆的辅着物等等 这些都是从被害人处 来寻找微量物证 那么第三个 我们离开了犯罪现场 就要从外围去寻找微量物证 那么嫌疑人的住处 也是一个寻找微量物证的地方 如果找到嫌疑人 嫌疑人的手 嫌疑人家中的物品 嫌疑人的衣物 鞋子 还有他们家烟道、下水道等等 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当中 比方说藏尸的车子 还有这种鞋子 这就是我们在离开现场之后 在嫌疑人身上 以及家中非常重要的地方 要去寻找微量物证 那我们最后呢 要从作案工具上来寻找物证 那这个作案工具 可能在现场的周围 也可能在嫌疑人的家中 那么作案工具当中的突凹处 以及作案工具的折损处 是我们发现微量物证的重点部位 比方说这个叫锯条 锯条这种凹尺部 它可以发现金属物证 比方说掩埋尸体用的铁锹 铁锹上的泥土 可以发现微量物证 那么还有作案用的枪支 枪支在扣动扳机的地方 可能留有嫌疑人的微量物证 那因此呢 微量物证的发现是最为重要的 那实验室的检验就等着大家在现场 或者是在嫌疑人的住处 去寻找微量物证 那微量物证寻找之后 我们就要采取合适的提取方法 常用的提取方法有镊子夹取 胶带粘取 磁铁锡取 绿子棉球插取 毛刷 筛子 针条 剪刀等等 各种方法 那它们适合不同的物证 那其中像筛子筛取 对于一些爆炸尘土 我们用这种筛子筛取的方法 可以提取到爆炸残留物 爆炸残留物 那么剪刀剪取呢 对于一些现场上不太好提取的 比较大的床单呢 地毯呢 我们可以剪取一部分 有用的微量物证 那提取之后的微量物证 我们就要采取合适的工具 进行剪裁的包装 那么包装的方法 有载波片包装 纸袋包装 悬空包装 磁铁包装 塑料袋 等等方法 那么这些包装的方法 要注意的 是保证微量物证的原始状态 不被破坏 上面的物证 不要受到污染 因此 这种悬空包装法 载波片夹取法 是我们常用的方法 以上我们讲了 微量物证的发现 提取和包装 那么目前呢 公安部也出台了一些 微量物证 提取包装的程序 那请大家呢 在课后查询 在以后的工作中呢 参考相应的规定程序 这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